弟子还是十分万分感恩的心,然后想告诉师父一个喜训,同学的女儿被四所美国大学录取了,其中一所还给出了2.8万美金的奖学金,这个对同学来说真的是意外的惊喜。 他考了9次,他女儿考了9次雅思,没有一次考过略说呢,考试前两天,师父还慈悲唱了图层,就说他女儿考试有难度,于是呢,同学就建立一个诅念群,在考试当天有六个位精进的心情,很熟悉的师生全程帮助他诅念大悲咒,清晶,准提神咒,姐姐咒,然后同学就连续每天大量放松,有从渔市场批发的, 也有从高下就下的鱼,每次给女儿放松的时候,同时也给师父放松,准备感恩师父为众生救,救助众生不持勤劳,还在三天内给女儿画了78张小房子,而考试的当天,师父在与观音堂中来了一位平均不来的屠下,就是文昌屠下,当感恩关心屠下赐贝有求毕应,请来了文昌屠下,为同学的孩子考试加持, 到今天为止已经收到了四所学校录取同志书,而且都是雅师分数,没有到分数线的破格录取的,所以同学一直没想到,讲学金这种好事都会发生在她女儿身上,因为她女儿成绩并不是很出众,真的很感恩关心屠下赐贝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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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赐贝贝,赐贝贝,赐贝贝,赐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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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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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他没什么问题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 再见再见再见